陳時中是中央指揮官 台北疫情是怎麼來的 他應該非常的清楚 病毒不會直接到台北來 中央指揮官開放的邊境 三加十一才是關鍵 所以可能是 戴清的副總統 沒有取得正確的資訊 我們認為中央指揮官 他應該是沒有把詳細的状況 我跟戴樹長很說吧 我們希望這件事情 向台北人做個交代 長期以來他們對台北市 都有這樣的故意誤解 故意誤導 對台北市非常不公平 現在還要參選台北市長 再來傷害台北市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負責任 台北市疫情的開始 陳時中已經為了犯法 是疫情的破口道歉過 我看不出十二個小時 賴清德一定會出來出說 為了他講那句要出來道歉 因為這一聽就是私言 政治上的私言 對不對 那至於說防疫的那個指揮中心的人員 會去替陳時中站台 我倒覺得這樣 乾脆就講明白 到底站台 因為這個政府人員的那個站台 就是那個競選活動的標準 一直國家沒有立法 所以常常是這樣 為什麼人家想民進黨是雙標黨 你們做都可以 別人做都不可以 那就放一大堆人出來咬人 我倒覺得這樣 乾脆就把他立法 因為通常國家會故意讓法律不清楚 只有一個理由 他們想要上下其手利用 利用這個 好 要選市長的時候 要跟選議員不一樣 選議員就是 他只要鞏固他那個 因為特別在我們台灣的議員選舉都其次 所以他只要鞏固一部分的人投給他就可以 可是要選市長人 他一般來講是要 要爭取那個最大多數 那所以如果是 以黃珊珊的立場 那個黃柏昌要支持他 當然很好 因為他會爭取最多人的支持